大家好,我是Day Dreamer,欢迎来到我的投资频道 我个人的一些总结,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记得点个赞 我给人买那么多投资房跟自助房吧 我个人感觉,如果这个房子除了加建之外 当然你要去改建或者加建,那个是比较费钱的 尤其现在是人工和材料都在涨价嘛 所以就是说现在的加建和盖房的成本都在往上走 那如果你不做加建跟改建的话 已有的那个老房子它比较费钱的修理一般是什么地方比较费钱 这个简单的总结一下,我感觉看一个房子的时候 尤其是老房子,你要着重看的就是地基跟屋顶 地基如果有大问题的话,你去quote一个修地基的 我见过的report里面8万到10万的都有 比较小的地基的就是那种L-line的小的crack 就是老房子很常见的那种 那种地基如果只是打那种粘合剂 大概可能也就一条就是300块钱 你去seal一下,那个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如果那个地基整个的出现了那个settlement和movement的话 它修理的费用可能就会比较大 那我见过的以前就是退出过合同的两个房子 就是都是因为地基的问题 我没有这样move on 然后我就就是帮客人退出了 因为我不想就是买完房子 他就搞这个大的地基修理 就是比较费事嘛,也费钱 还有就是屋顶 屋顶如果到了它的寿命的话 那它整个换个屋顶的话 你找有license的 或者是没有license的 起码都得要1万多起吧 这个应该是两个大头 那其他的老房子 regular maintenance wear and tear的那种东西 那种就比较容易修几百块钱什么之类的 那除了地基跟屋顶的话 就是比如卫生间 那个subfloor的water damage 这个修起来 有的也要看你的损坏程度吧 4到6千 这个有的出租房 我们那个contract也有可能修过啊 就是你要把整个的subfloor全都起掉 包括那个tab 然后整个重新做这个subfloor 大概会要4到6千块钱 就这个估价 另外就是一个老房子 如果他有空调的话 空调他都是有寿命的 用个十几年的话 最后可能也没得修了 那换个空调的话 基本上现在市场价 人工加材料 可能也差不多要6千左右吧 water heater 这个是几千块钱 取决于你买好的材料 好的brand 还是不好的牌子吧 就是也得要个几千块吧 反正一千多两千多都有 有那个industrial standard 或者是residential standard 价格不一样 包括那个 那个热气的那个furnace 那一整套换下来 这个也是几千块钱起的那种 那其他的什么马桶坏啊 然后哪那些小的漏水啊 这种一般都是 找个handyman就能修好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一般看房子的时候 主要就是看屋顶跟地基 然后其他的就是说 每个房子进合同以后 假设这个投资房 就是在我们去交deposit之前 经常会让那个contractor 或者property manager 帮我们quote一下 这个房子close 之后立马要修的一些东西 列出来 大概是多少钱 然后让客人心里有个数 那我其实这周 我瞎折腾了一个房子 为什么叫瞎折腾 就是我跑去 我们家跑去半岛的话 来回可能要四十多分钟 然后我那个房子 我跑了三趟 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买 因为这个房子 一开始吸引我注意力的地方 我讲一下 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房子 我其实就是说 半岛那边 我知道它potential 比南湾可能还要高 它的租金 相对来讲高一些 然后呢 但是房价一直都比较贵 所以我就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那个适合买来投资 或者出租的房子 就是因为我想买的都低价房 我不想买那个贵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吸引我的注意 就是说它是在半岛那边 而且location是不错的 它的lot size是有九千多square footage 已有的living square footage 因为现在的加建成本都比较贵 所以我想找的就是那种 square footage还可以的 然后lot也比较大的 它这个是有三房四位 然后living square footage是1700多 所以整个number上就一开始 从我从网上的信息判断 就是说它是我想找的 那个符合我的某些standard 那我看这个房子的 从那个number上看呢 它有哪些potential和add-on value 对吧 那一般的duplex 我在那边下过单的 就是那种稀巴烂的房子 就是可能都是七八个offer 你需要全部扒了重新装修 砸个七八万的那种 那种一般都卖了130多万 然后装修好的 一般都是140多万了 那这个房子呢 它是lout有那么大 score footage有那么大 而且它加的那个attached的adu 它是全新的 就是上个月刚刚finalized的permit 我查了permit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seller在里面住了13年 它是自住的seller 那个呢它先生特别handy 就是把这个房子这儿整整那儿整整啊 然后又是加车库啊 加adu啊 就一直折腾个没完 你知道吗 它最早的是两房一玉 最后就给它搞出了三房四玉 然后还都有permit 然后已有的original的那个score 它隔出来1B1B的话呢 那个装修的也比较好 租给了一个engineer 还不错的租客 那1B1B租了2500 那个租客在那住了好几年了 我还去看了那个租客 觉得那个租客质量也都不错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房子 如果你从cash flow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它是等于是有三个 你可以看到它有三个厨房 有两个是有permit的 另外一个是移动的那种厨房 它是完全可以分成三套出租 你要是不嫌麻烦分租的话啊 可以租给三个family 然后另外它后院还有两个房间 那个就是说它不是那个conforming的那种room 它大概它跟我讲 以前它也租过就是1000块钱吧 大概1000多那个样子 因为那块的离那个很多大公司都很近 所以很多engineer会在那边租房子 一个房子扔到zello上去 很快就租出去了 我也查了它的之前的 rental listing的那个history 的确就是跟它说的是没有什么 那个出路的 所以这个房子 你不怕麻烦的小地主或者初级投资人 你去租的话租金可以高达8-9000 但它的价格并不高 价格的话它original列1.35 后来它经过两次降价 每次降5万降到1.25 然后我出offer的时候呢 我把那价格继续往下压了不少 所以就是说它价格是不贵的 而且condition里面也没有什么需要装修的地方 听起来不错哈 那后来就是说我进河通以后呢 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然后就是后院呢 有一条河 那个河呢 就是穿过了它的后院 那个是一条stormwater的一个canal 一个运河 这个河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我给你画一个图啊 就是这个图 它是这个square的形状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9000多square footage 可是呢 这条河是这样穿过来的 就导致于中间那条河 它大概有个几个 几个square footage的那个宽度 几个feet的宽度 然后这个有一个neighbor 住在这个地方 它那个房子比较小 就等于是后院 它是环绕着那个运河 从他们家后院穿过 然后也从这个房子 这个后院穿过 所以就导致它有一些 那个土地吧 后院的土地 它大概有10个footage 这个edge到邻居的后院去了 但是它没办法用 你知道吗 就是导致了 好像你的地被割出去了 你用不上的那种 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河呢 就是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常年都是干 干干涸的 就是一条水泥修筑的 一条那个canal 但是它里面没有水 就是或者这个 这个都是一点点的那个 因为大部分时间 弯曲气候都比较干燥嘛 它可能是碰到那种 雨具吧 或者是storm的时候 就是用来排水用的一条沟 倒是没有什么味道了 而且每隔半年 会有cd人来清理 那这个房子就在这 那这边是这个邻居啊 那个邻居的那个房子 我看了一下 也是去年还是今年成交的 它那个房子呢 很历史的1.2最后就是也经过两次降价 最后就是被一对 呃 然后推卸责任的那种 就是说你要further evaluation啊 你就要找专门的struction engineer 或者foundation那个contractor来帮你查 它才不会具体的给你估价 你看它就有一个照片哦 那这个照片拍得很模糊 而且它只拍了一条crack 所以从这个inspection report来看呢 就是像这种 就是比如说1sinch或者是airline的crack 在很多老房子里都非常常见 那它这个crack稍微宽一些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严重 你知道但它用了一个词叫substantial foundation collecting 然后呢 就是说有一些movement 就是已经发生了 就是说你要是要鉴定这个东西怎么样的话 你就找一个struction engineer 所以呢 我进合同的第二天 我就约了我特别信任的一个foundation contractor 我说你去帮我看看那个D级 我主要concern的就是那个D级啊 那个那个合也是另外一条concern了 那个我就查清楚了 是个ismant 然后呢 我当时去看的时候 那个contractor就跟我说 他说你看这个边上啊 边上你视觉上能看到 他这个crack就是导致大概四分之一个inch的crack 这个呢 就是像这种宽度的呢 从房子外面 就是他打了个手电筒进去 就给我看 他说这个用那个epoxy 就是那个D级的粘合剂 普通的crack用那个epoxy呢 就已经可以就是修嘛 那种就是 基本上就是收两三百块钱一条 给你sear一下就没事了 他说这个gap有点太大了 它epoxy呢都修了都没有用 然后他就钻到那个D级底下 他把整个房子的D级都给我摸清楚了 就是说那个D级呢 它是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original的 可能就是最早的一些富人 他在那边盖了一个木屋度假的那种 然后那个底下 它是没有foundation的 只是有一些那个 就是一些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没有正式的foundation 后来他经过了两三次的扩建 所以他的这个是 已经是第二部分的foundation了 然后最新的那部分 就是现在的owner 那个garage啊 还有加的attached的adu啊 那部分那部分foundation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是第二部分 那个foundation是有问题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他钻不进去的 但他知道那部分是没有foundation的 所以他就跟我说 他是常年是做building inspection 或吃饭靠这个吃饭的人 他一进这个房子 首先他就觉得那个D级有问题 然后呢 那个电啊 和那个adu之间的那个温度控制剂 他说一般来讲应该有两套 所以他觉得这个里面 permit稍微有一点fishing的东西在里面 他就跟我具体讲了一下 他说就是建议我要么就很狠 狠狠的再给它砍一下架 要不呢就是你就别拿 然后呢我说你给我出一个report 我拿这个report 我就跟他就说要back off 或者是砍架之类的 后来呢 他给我的那个foundation report出来 我就把它发给list engine 我一看那个report 他这个比那个普通的inspection report 具体很多 你看刚刚我前面那个inspection report list engine提供给我的 就是只有一个很模糊的照片一条下来 但他钻下去拍的所有的照片 加起来一共有9条这样的 就是像这种吧 和这种已经它的gap宽到是没有办法用这个 地基修的那个粘合剂去修复它了 就是说他觉得建议你只有重新做这个foundation 或者是整个的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找不同的contract 但是起码都是得8到10万的那种 因为epoxy won't help 你知道吗 所以他report里面 他就给了一个估价大概10万 就是或者有可能还要超过10万 给了两个option吧 我就直接把这个甩给了list engine的 然后我说我要退出合同 这个房子我不想要 他有给我offer 他说他可以去跟seller再帮我往价格往下压个8到10万 但是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吧 就是说你要长期后的资产 可能还是要选一些比较好的房子 因为你要考虑以后要卖出嘛 万一你需要钱呢 对不对 你也是要找下一个买家来接手这个房子嘛 所以我的主要的concent是我不喜欢那条河 给我一种非常割地的感觉 lot的size大打折扣 然后第二个也许他可以再砍价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硬伤怕以后不好卖 其实如果你光从cashflow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核算的 它可能还有positive cashflow呢 而且location还不错 也不抽出吧 然后地基 假设他给了我这个修地基的钱 我拿了这个钱 我是去修还是不修呢 我不修的话 以后卖的时候怕麻烦 然后呢 也怕以后万一earthquake 这房子真倒了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他地基修的话呢 我把这个8到10万砸进去 可是他并没有improve我的rent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 就是纠结的一个事情 你拿了那个discount 或者是他给你修弟弟的钱 也还是就是感觉麻烦嘛 所以就是说 而且加上他整个这个flow plan的结构 虽然condition比较好 但是他分租的话 他没有独立的那个电气的表和水表 所以就是包括那个温度控制剂 打开那个暖气的开关也只有一个 你又不可能说这边两个租客 然后喊那户人家帮我开一下暖气 那整个三套房子他都连着一个控制机关 所以就是说不是那么好 然后后院有一个巴士龙 加了一个房间 他是可以租1000多的那个 那个是我感觉是应该没有permit的 然后那个检查地基那个人也跟我讲 凭他的判断 那个是没有permit的 我也觉得是 就是说你空站了 你不租 你又觉得可惜了 对吧 那个也可以generate1000多的income 可是你租的话 你又会害怕 就嫌麻烦嘛 那大胆的地主可能不会觉得害怕 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就是买个归正的房子 就是我想了想 cash flow虽然不错 但是湾区的房子赚钱 它从来都不是主要靠cash flow赚钱的 你包括外周的 有的人跟我讲 外周的cap rate很好呀 7%到10% 那我跟你说你一年 一年下来那几千块钱的cash flow 你换一个空调 换一个 搞一个什么大的修理屋顶的话 那就没了 就是说你要靠cash flow赚钱 你是一直赚不到大钱的 那真的是要吸水长流那种赚法 那湾区的房子主要都是靠生殖赚钱 那你生殖的话 你一定是在这个房子卖的时候 你要能cash out这个appreciation才行 如果你找买家都困难 你可能烂的时候你就卖不出去 当然虽然理论上来讲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 但是你卖的时候 你要打打折扣呀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今天就是想用这个 我推出合同的case 给大家讲讲 我对这个选房子 和怎么样检查这个房子 包括一些逻辑上的思考 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记得点赞订阅 好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